有意领养的民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从进步连后与带领养的动物们进行互动 并询问饲养员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相关资讯 随着人们饲养的宠物越来越多元 它在市府动物保务处也陆续收容了许多猫狗以外的动物 为了给他们一个新家 动保处便在上周末来到巴德大红市民活动中心 举办非犬猫可爱动物领养活动 包括兔子、刺猬、雪雕、鹦鹉等等 共11只动物开放现场领养 尽管下着滂沱大雨 仍吸引许多民众席家带卷前来一探究竟 寻找未来的家人 我们一家都喜欢小鸟 喜欢宠物 特别是我的宝贝孙女 我们之前有养过和尚 好乖 结果被回走 他哭了好久 刚好有这个机缘 我们想说过来认养 和尚 还有西蜜 还有玄凤 有鉴于送养的动物叫特殊 为了确保动物们都能获得妥善的照顾 动宝处在一开始便严格把关领养者的资格 详细询问与评估民众的照顾能力 并以冲签的方式来决定最终领养人 最后还要留下来上一小时的动宝法 以及照顾注意事项课程 帮助民众更了解动物喜性 希望这些是用动物能安心去到新主人身边 展开新生活 因为动宝处陆陆续续也会接收到很多 公告没有人领养的动物 评估健康状况之后 我们会不定期的 看我们的动物的量 不定期的做像这些活动 第一个是要做资格审核 年满18岁 然后是要居住在桃园市的 需要有身份证来佐证 那第二关就是让他先看看动物 他们家的现实环境能够养什么动物 那第三关之后我们会做资格审核 相对的比如说 他允许动宝处做后续的一个追踪 以免动物有做其他不明不清楚的流向 然后也会询问他本身的工作经济能力 适不适合动物 然后完了之后会上动宝法 就是对动物的基本福利 要做一个基础的了解 然后还有一个生命课程 就是针对这次领养动物的一些特性 我们会请专人来上这块课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动宝 结合生命教育的一个活动 好谢谢你 当天动宝处也同步在活动中心内 举办犬猫健康检查 提供次主门了解 毛小孩身体状况的服务 希望透过润养和议诊活动 推广懂他在养他 中养不弃养的饲养观念 未来也将不定期在官网和脸书 公告润养活动 希望能帮助更多收容动物 找到新家 既有刘雨婷才会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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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